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眼下我的同事刘畅就要给您报上一个名字 您可听好 您猜着这是什么了吗 挺好 我说出来可别吓着您 它的名字叫做狮子 不对不对 叫做狮头鹅 我这次来到广东省的介阳市就是为了寻找这种鹅 据说这狮头鹅体型巨大 是全世界所有的品种的鹅里体型最大的了 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鹅中巨无霸 世界上的大型鹅只有三个 中国的狮头鹅 法国的陀鲁兹鹅 是德国的艾姆登鹅 艾姆登鹅相对来说小一点 据饶平县的县制记载 狮头鹅的公鹅 平均体重10到12千克 最大的可以达到17千克 那么它的母鹅呢 它是8.5到10.5千克 陀鲁兹鹅的公鹅呢 有时候平均也是10到12千克 母鹅呢有时候是8到10千克 所以根据这个资料来看的话 应该说是狮头鹅是世界上有上最大型的鹅种 狮头鹅原产于广东省饶平县西楼村 相传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个张姓长公 从野生的大鹅当中选育驯化饲养 后来选育出一种 头上有五个包 看起来像狮子一样勇猛的鹅 因此就叫它狮头鹅 距今约有近600年的历史 鹅唯一的祖先都是从鹅 进化了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鹅就起源于两类 一类呢就是以中国鹅为主 主要是起源于红燕 还有一类呢是以外国鹅为主 主要是起源于灰燕 红燕跟灰燕最大的区别 就是红燕头上有一个鹅包 下面有一个燕带 脖子呢有时候比较细一点 比较长一点 灰燕呢有时候头上也没包 下面也没燕带 它的脖子呢是粗 比较短 您看这些啊就是狮头鹅 您先看看这个个头 说实话这么大的鹅真的是第一次见哈 不知道这个狮头鹅是不是像它的名字一样 和狮子一样凶猛 我现在啊就靠近看看能不能抓一只 然后咱们进去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这只鹅啊大概我觉得就有二十多近的 啊 好凶啊 别怕啊 另外呢您看它的这个脖子呀特别的粗 用手握起来啊很扎实的感觉 背毛呢整个是这种灰褐色和白色相间的 那么那狮头鹅最有特点的 啊 不要咬我啊 您看它的这个头顶啊 首先是它的这个绘 还有它两颊的肉瘤和头顶的肉瘤特别的显眼 整个都是黑色的 而且呢 这个狮头鹅除了头顶之外 脸的两侧呀 还有两到三顿肉瘤 它的这个脖子下方呢 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肉垂 您看整个这样看上去 它的这个头是不是特别的凶猛 有点像狮子 所以啊才得名叫狮头鹅 而且它这个高度也是特别的高 我现在拿了一个 诶 屎子 等它站起来的时候我来连连 啊 别动 面对凶猛的尸头鹅和被灼的危险 刘畅还算勇敢 但是要想一个人完全控制它 还是有点难度 哇 您这只看起来大好多 我觉得这只可能都有三十多斤重 您看 这只鹅啊 它翅膀展开之后的长度啊 达到了一百八十三厘米 这么长 它的脚谱啊 跟我的手差不多的 而且比我的手还要宽很多 尸头鹅是我们国家唯一的大型鹅种 在中国所有鹅种里面 它的生长速度最快 七十日零的公母鹅 平均体重可以达到十二斤以上 而且非常耐粗四 饲料报酬也比较高 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 而唯一的缺点就是产弹少 正常情况下 每年只产三十二枚弹 尸头鹅的产弹呢 就是有很强的季节性 它的产弹期 就是每年的八月底开始 一直到清明节 那剩下那段时间 实际上造成了一个市场的空荡 我们最近十年 有时在科研当中 发现根据日照地减的这种原理 有时来进行尸头鹅的 有时反季节生产 也很好地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刘畅捡了几枚鹅蛋 就迫不及待地 想为鹅蛋称称重量 看看比普通鹅蛋大多少 这波他还拿普通鹅蛋比较了一番 哇 220多颗 咱们再来看看普通的鹅蛋的重量 这个大概是120克 差了一半 咱们再来称一个普通的鸡蛋的分量 这一个鸡蛋大概是60多克 把这个个头摆在一起 可能就更直观一些了 您看刚才我发现了一个 简直这就是蛋中的巨无霸 咱们来称这个蛋有多重 390克 尸头鹅蛋比普通鹅蛋大了将近一倍 那他孵化出来的鹅苗究竟什么样呢 是否也能大一倍呢 这里呢就是鹅蛋的孵化车间 一般每批鹅蛋啊 进来之后要孵化30天左右 哎怎么样 您听见声音了吗 因为在这个房间里啊 就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小鹅苗了 来来来 我带您看一看啊 哇 您看 这个小鹅苗是不是特别的可爱啊 毛茸茸的 这个个头啊 比我见过的其他的鹅的鹅苗啊 要大一些 那一般它的体重呢 是在这个130克左右呀 您看它的脚幅啊 是这种灰色的 而且啊特别的大 再看它的嘴 它这个嘴呢 就是这种鼓鼓的 黑色的 尸头鹅的体型大 还与民间几百年来的 不感自发悬育有关 据说这种自发悬育 主要来源于祭祀活动 在当地祭祀供品 首选尸头鹅 并且以大为荣 如果谁家的鹅小了 就觉得很没面子 所以人们争相购买 选育尸头鹅 久而久之 尸头鹅也就越来越大 吴炳熊出身农家 从小对尸头鹅就情有独钟 以前农村家家户户都养几只鹅 有小孩把鹅赶到田间去吃草 养大的鹅也舍不得吃 都是拿到及时上卖了 以补贴家用 从小的时候呢 对它的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因为它的肉很好吃 在那个时候 想吃一顿鹅肉 其实不简单 往往是在倒计时 都要等到逢年过节 或者是有什么忌日 才能吃上一层鹅肉 可以美味一层 说实在那时候的味道 那个美 现在想起来 不法形容 印象是磨不掉 吴炳熊老家在饶平县 17岁离开家乡 1991年 在街阳开了个 尸头鹅鹅小馆子 做起了小生意 而且生意还挺红火 随着店面的扩展 吴炳熊用鹅的数量 也越来越多 这样一来 鹅的品质就很难统一 从市场上买回来的鹅呢 养的日年常懂不一样 肉质肉感有区别 所以很难去保障 鹅肉的口感跟品质 为了保障鹅的品质 做出的鹅肉 口感始终如一 吴炳熊决定自己养鹅 在鱼厂的时间 比在家里 待的时间还长 就是孩子们有时候就不抹 爸爸干嘛好几天 没看见 来了又不先来看看我们 从孵化出盒开始 经过65天的生长周期 尸头鹅的体重 一般就可以达到13到14斤 这个时候就可以上市销售了 但是在这个养殖场里 这里的尸头鹅却要养到140天才能出篮 多养着70多天 其实这个尸头鹅的体重呢 只能增加大概3到4斤 这么算起来 它多养了70多天 这养殖成本何算吗 尸头鹅出咳后到70天 生长速度很快 但是在这个时间 它的肉感比较松软 纤维性不是很好 为了提高它的品质 不让它长那么快 用一些稻壳 青草给它吃 它的肉感 纤维 柔韧性比较好 所以吴炳熊都是把尸头鹅 养到140天以上才出篮 自己餐馆 专卖店 买的都是这种鹅 就是鹅吃了草以后 它的生长速度 可能稍微会慢一点 但是它的肉汁就比较鲜美 要像鹅肉好吃 养殖环节很关键 但是在烹饪的做法上 也不能马虎 您看这满满一桌子的调料 有姜片 八角 还有花椒 我刚才数了一下 一共有24种 那么这么多种的调料 就是制作卤鹅老汤的秘诀了 听说你们要做好吃的卤鹅 这个老汤是法宝 对 这个老汤已经有几十年了 从我的父辈到现在的 一直我们是法治一锅汤 看中是床家宝的 吴老婆 你做这个卤鹅有多少年了 差不多三十多年了 卤制过程也有很多技巧 根据鹅龄长短不同 卤制的时间也有差别 140天的鹅卤两个小时 两三年的老鹅要四个小时以上 像鹅肝 鹅翅 鹅掌等 卤制的时间要相对短一些 这卤鹅 我们以前家里的小作坊 做点小生意 小孩每天都在看鹅 帮忙清洗鹅 鹅鹅 这鹅啊 实际上是很好吃 但是我们做起来是挺辛苦的 每天早上 一年两钟就要起来杀鹅 退毛 清洗 四五点钟就开始下锅 鹅到七点多钟 熟了以后呢 我们要配送到各个装卖电器 这一个口味呢 也得到大家的认可 虽然是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自己也是感觉 心里比较欣慰 童年味蕾的记忆 已深深地印在了吴炳熊的脑海里 因此 他用传统方法做出来的 湿头卤鹅 在当地也是小有名气 经常有新加坡 泰国 马来西亚 甚至是欧美一代的 那些侨宝 管顾我这个小店 这个呀 就是最具有潮汕色色的美食 卤鹅 这个卤水的味道啊 是酱香浓郁 而且啊 还有一点点微甜 鹅肉呢 吃起来啊 鲜美入味 而这个鹅肝呢 肥而不腻 入口即化 这个鹅脚啊 它是有点弹性的 所以入口之后啊 是爽滑筋道 确实很好吃 在吃鹅方面 潮汕人与其他地方的人 也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最喜欢吃的 就是鹅头 鹅掌和鹅肝 一个老公鹅鹅头 可以卖到500到1200元 这在其他地方 是不可想象的 老公鹅 那个鹅包 就是那个肉牛肉 那个比较大 它那个里面主要是 胶原蛋白质比较多吧 鹅肉 鹅油 鹅肥肝的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很高 其中鹅肥肝 被称为世界三大美食之一 它究竟好在哪里呢 鹅肥肝里面 不饱和脂肪酸含量 达到65%到70% 不饱和脂肪酸 它相当于血管的轻到负 它能把这个血管里面的垃圾 也是清理的 所以你别看 听起来它叫鹅肥肝 实际上这个是 对身体是有益的 这次来到这里 我还听说潮汕地区 有一句俗语 叫做 无鹅不旁派 那这个旁派 在这个潮汕话里 就是丰盛的意思 而它们所吃的鹅 就是这种 尸头鹅 无鹅不旁派 也就是不丰盛的意思 就是说呢 如果逢年过去 梅鹅就等于没有菜 就是请客 梅鹅就等于像没请客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我们朝商人都比较喜欢吃鹅肿 特别是石头鹅 其他的鹅肿没有 就是拿石头鹅好吃 我们一家大小都喜欢吃 做的非常地道的 还有本地特色 这种鹅肝巴它这里做的是特别的粉 入口的比较细腻 在街洋潮汕一带 人们对石头鹅非常喜欢 市场销售十分走鞘 所以养殖户的收益也不错 从鹅苗出壳 到70天出栏的鹅 能涨到12斤 每斤出栏价 一般在10元左右 能卖120元 除去成本 每只石头鹅的纯利润 可达30元 140天出栏的鹅 能涨到16斤 价格每斤14元 能卖224元 把鹅苗飼料综合算下来 多养70天的鹅 利润在60元左右 钱同样没少赚 现在我们石头鹅这个合作是 棉厂苗十几万 商品鹅的收益量也是十几万 再加上我们自己身加工 提高了它的附加值 现在我们的总厂 接近一不一 潮菜中的楼味是潮山人不可缺少的肉食 其用材就是石头鹅 石头鹅是瓦斯传统养殖业 锤色饰演练达到50多万只 瓦斯石头鹅养殖业的发展 也更恐怖这样老百姓的菜篮者 通常我们在评价一个优良品种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有表即理的过程 最终还是会把着眼点落在它的内在品质上 但这并不是说外部特征意义就不大了 就像今天我们看到的石头鹅 不仅是品质优良 外在特征也极其的鲜明 这个特征在推广过程当中 就相当于是天然的标志 容不得以假乱真 农民兄弟在饮肿的时候 就不容易上当 好了 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会 竹鼠养殖路加进 技术完备市场营 一举多得皮毛肉 因地质疑好前景 每日农金玩幕明天播出